嗨,大家好,今天呢来介绍Grace Harper里面关于乱数的概念 那我们先来创造一个网格,我们到Vector底下这边选择这一个Square 然后呢在它的X数值跟Y数值呢,我们先打个20 先不要给太大 然后在Size这边呢,我们给个2 好,直接把它送进来 那现在呢,我想要在这个网格上面我们用面来填充它 我们到Surface底下这边选择这一个Boundary Surface 然后直接把它送进来 这样子的话我就产生了每一个被填充的这个平面了 那接着呢,我想要把这个平面长高 就是利用这个平面为底 然后将它Extrude,也就是挤出这是在Rhino里面的指令 来将它变成一个体 那我们可以到这个Ion Surface底下这边呢 我们选择这个Extrude 可以看一下它前面这边的参数 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基准 也就是我们想要做挤出的这个断面 它可以是一整个面,或者是一个线也可以 然后这个direction呢就是我们要挤出的方向 那我们等一下是要往Z,也就是这个方向去做长高的动作 那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Surface呢送到Extrude的这个Best里面 然后在direction这里呢,我们可以到Vector底下这边 给它一个UnitZ,也就是Z方向的这个向量 好,那我们直接把它送进来 好,你会发现你的这个面已经长高变成了这个一个一个的小方体了 因为它前面这边预设的这个值呢是1 你可以打一下其他的数字 然后你这个整个方块就会长高 那接着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利用前面这个数值 它可能有大有小 然后这样子就会产生 有点像高楼大象那样错漏的这种效果 好,先把它删掉 那呢我们可以先在这边 我们先用一个Series来试一下 我们到Set标签这边底下呢 我们给它一个Series 这个是产生一个数列的 那我们要总共产生几个数字呢 这边是10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总共有400个资料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直接到List这边呢 我们选择List Length 这个是计算你的资料总共有几笔数字 或者是有几个 你一个资料夹里面有几个档案的 好,我们直接把这个Series呢送进来 然后在后面停一下 我们给它一个Panel板看一下 你看,它现在这个Series它是树状的结构 然后它告诉你现在一个资料夹里面 总共有20个档案 然后呢,你总共有20个资料夹 就是编号0到19,总共20个 那我们现在直接把它送进Count里面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Series后面的这个结果 你看它现在就是在一个资料夹底下 它就直接产生了0到19,总共20个数字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把它直接送进这个Unit Z的Factor的话呢 就会产生这种像是阶梯状的 那因为它现在这个,我们的这个Series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是这种Tree的结构 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做这个对应 也就是说呢,我在0的这个位置 我要涨0的高度 在1的这个位置呢,我要涨1 2的位置涨2 所以它就会有这样子阶梯式的这种效果 那因为它现在是有资料层级的 所以我在这个资料夹里面 做完这一个0到19这个高度的生长完之后 我到了下一笔,也就是可能这一排 第一排做完了,我们来做第二排 第二排的话,它一样呢,也是从0开始涨 然后接下来是1,然后涨2,涨3这样 这样慢慢的涨下去 所以呢,我们可以试着把这个Sales 我们按右键选择Flatten 把它变成是说整个是在同一个资料夹里面 所以呢,我这个资料的编号就会变成0到399 也就是整个是400个档案 而不是说可能分成20个资料夹 然后一个资料夹里面又有20个档案这样 好,我们直接来按Flatten 我们稍微缩小一点 你现在是长得非常的高 因为呢,它现在就会变成是 你可能这边,这边这个是第0个档案 它长0,0,1,2,3,4,5,6,7,8这样子 然后一直长到最上面,第399格 也就是最后一格它长的高度了 就会是399,这样 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不要用这个Series来产生数列 我们先把这个删掉 我们了解到说我们要把这个SeriesFlatten之后 再来做之后呢 我们可以到Set这边呢 我们选择这个Random 来产生一个随机的这个数字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前面这边的这三个参数 第一个的话是Range 你看它这边是一个Domain的这个类型 表示是说呢,我要在某一个范围里面 产生随机的数字 比如说我想要在0到100里面 随机挑一个数字 可能是56或者是66这样 然后Number的话是表示 我总共想要产生几个数字 那我们可以直接到Math底下这边 我们选择这个ConstructDomain 我们来建构一个预值 好,那我们可以把这个Domain的起始值呢 我们先给个30 好,然后呢 Domain的尾端的这个值呢 我们给100 先尽量照着我打 好了之后我们直接把这个Domain 送到Range里面 那一样我们现在要产生的是 在这一个网格里面对应到不同的数字 所以呢,我这边要产生几个数字 是不是就要对应到这个网格的这个数量 那我们可以一样直接到这个Set标签底下 我们选择这个ListLens 好,然后我们把这个Sales 我们把它送进ListLens的输入端 好,然后再把这个 总共几笔数字的这个资料呢 把它送进Random的这个Number里面 表示是说我要产生的这个数字 是对应到我前面这笔资料的这个数量的 好,我们来移动一下 移动一下这个电池 移动一下这个电池 移到这样 稍微往后 好,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后面这边 你看,其实已经产生很多不同的乱数了 那它现在是小数点嘛 我们可以对着这个Random的电池 我们把它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选项 Integer Numbers 它会把它变成是整数的 它现在就全部是整数了 好,那现在呢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RandomNumber 送进我们这个Unit Z的这个Factor里面 好 缩小一下 你看就会长出这样子的这个 错落的这个形状 那如果你前面这边的这个数量 跟这个Domain的这个预值 都照着我打的话 可能会发现说 你做出来这个乱数的形状怎么跟我的 是一模一样的 它不是是乱数吗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参数 它这边是一个SIT 这个是种子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在电脑或者是在Grathop里面 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种乱数存在 它的乱数产生呢 也是有规则的 好,举例来说好了 我做给你们看就好 我这边我先给一个Series 然后我在这个间隔呢 我可能给个2 给个3好了 我每次加3 然后我想要产生20个数字 然后呢,这时候我再给另外一个Series 这个时候我要加7 好,然后我一样是20个数字 然后呢,我把这两个数字 加起来 我把这边调整成2 好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后面的结果 你看我现在产生的这个数字 019 09,18,27,36这样 然后呢,我再把这个数字 我再加一个 13好了 好,这样我就产生一个数列了 然后这个数列是可能 感觉稍微比较没有那么规则性 就直接一看比较难看出它的规则 那这个的话其实就是乱数的原理 假设说我现在有这张表了 这个乱数表 然后呢,我要选的是编号2 也就是这个数字 可能就是31 然后你的电脑程式 如果跟我前面一样都是这个加法的规则 然后你的这个值设定的也都是一样 那么呢,这个时候你在这个乱数表里面 你再选编号2的话 那我们其实会得到的是一模一样的答案 那这个我就把这删掉了 那这个sit的里面呢 其实就表示说 你现在要用这个乱数 它是对应到哪一个乱数表的 所以呢,我们其实可以透过调整 这个乱数表的sit 我前面给个1到20的数字好了 它这边就会选择是说 我想要用哪一个乱数表去做 我整个这个随机的分布 那这是一个乱数的一个呈现 就电脑中的乱数 它还是有一些规则在的 这就牵涉到说 你前面产生这个乱数的这个规则 有多么难让人计算 或者是难让人发现 这样 那接着呢,我们可以针对这个柱状题来上色 我们把这稍微往前面移一点点 那之前有提到呢 我们如果要上色的话 要到Display这边 我们用这个Custom Preview 我们把它拖移下来 然后呢,我们可以到Primitive这边 之前的话是用这个Color Swatch 来做上色 那我们今天用这个Gradient 来产生一个比较有层次一点的一个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它前面这三个输入端 有分别有最小值最大值跟一个参数 这意思就是说呢,假设我现在有一个数值 最小值到最大分别是1到10 那我假设现在我给它一个5的数字 我现在会得到的颜色就是在中间这个 有点像桃红色的这个颜色 那如果呢,我这边输入的数字是1或2 那我得到的就会是这个浅的这个粉红色 我如果是给9 就会得到这个是深的这个颜色 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我们这个Unit Z挤出的这个高度 这个Random 它现在这边这一笔数值 我们利用这一些数字 来针对我们的这个柱状体来做上色 所以呢,我们现在会需要取得的是 我们这一笔Random的这个数字 它最大值到最小值分别是几到几 那我们在前面这边其实就是用这个3到100 这个就是它的最大值到最小值了嘛 那呢,我们可以到Math底下这边 我们选择这个Deconstrate Domain 它跟这个Constrate Domain分别就是对应的 一个是把利用最小值跟最大值来建构一个Domain 或者是预值 然后这个的话呢,就是把你这个预值把它拆开来 我们直接取得它的起始值跟尾端的值这样 那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Domain 送进这个Deconstrate Domain的这个Domain里面 好,我们把它往后移一点 移到这里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说 它这边起始值就是30 尾端值就是100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送进来 这样子我们最小值跟最大值就有了 那这时候呢,我们要上色的这个值呢 就是我们这个Random产生的这个数字 我们直接把它送进这个Parameter里面 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要上色的目标是这个 一处完的这个柱状体 我们把它送进来 Geometry 然后在Material这边呢,是颜色 我们把这个送进来 然后你就会看到你这个柱状体被上色了 最近粉红色还蛮红的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那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呢 我们可以按右键 选择这个Present 下面这边就很多种不同色票的一个预设值 像这个是绿色的 然后这个可能是这个 橘蓝色 或者是彩虹的颜色 好,我回到刚刚的这个粉红色 那如果你想要自己进行颜色刻字画的调整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点两下 然后你就会进到这个色值调整的这个标签里面 它左上角这边有一个这个小色盘 我们可以点一下 然后你就会看到这边就多了一个颜色 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调整这个颜色的范围 就其实就表示说 你这个数值在越小的时候 它想要是什么颜色 中间值的时候会是什么颜色 或者是数值越大的时候它会偏什么颜色 那我先在中间值这边放,放一个 然后我在这边我可以按一下右键 我就对着这个点,然后按右键 就会出现这个我们以往比较熟悉的这个调色的这个色盘 那我选一个稍微亮一点的粉红色 这样 好,好了之后呢按OK 这样子其实我中间又会再多一个颜色了 好,大家可以试着调整一下 那另外一种产生乱数的方法呢 除了我们前面这边利用这个random 有一个最大值跟最小值 然后跟几个数量来产生这个数值之外呢 我们可以到set标签这边 这边有这一个jitter 它呢,其实是针对你一笔资料里面 我们去将它做洗牌 也就是说呢,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面 好了,我们然后我们给它 我们到surface底下这边 我们选择这个area 我们来看它的这个顺序 我们把它送进来 然后点位 有了中心点之后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point list 来看顺序了 我们把这个中心点呢 送进point list的point里面 好像有点太密了 好,我们稍微放大一下 好,你看哦 它现在的顺序是这样 0,1,2,3,4,5,6,这样子 那呢,这个jitter的话 它其实是针对你这一笔资料里面 去将它的这个顺序给打乱 然后它利用这种把顺序打乱的方法呢 来配合你前面这个数字 可能会产生比较接近这种乱数的这个效果 那呢,我们现在可以直接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面 我们把它送进这个jitter的这个list里面 那你可以看一下它这边有这个 中间这个值 你看它说0的话是 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变动 1的话呢,就是它会很认真的去帮你进行洗牌 可能如果你这边打个0.1或0.2 就有点像是你在洗牌的时候 你就随便意思洗一下这样 然后如果是1的话 你就是很认真的重复一直洗牌这样 然后这个sid的话呢 一样是这个乱数表的概念 跟这个random的这个sid是一样的 那在这边呢,它预设值 洗牌的这个预设值是1 那我们就不进行调整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它 这个,我们用这个area 来看它这个顺序的位置的改变 你看它现在整个这个顺序就是被打乱的 所以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方法来产生另外一种乱数 或者是随机的效果 好,那我再稍微把这个缩小一下 那这时候呢,我再把洗完牌的这个值呢 我把它送进这个is true的这个base里面 好,然后我先把这个隐藏 这么一来呢,我们就等于是说我们有多重 就是有两个乱数在 第一个的话是我们产生的这个随机的这个数值 那接下来呢,我会针对这个原本的这个资料的这个顺序的去做另外一个乱数的调整 好,那这个的话是今天对于乱数的介绍 好,我们来回顾一下 好,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一开始呢,我们利用产生的一个网格 然后在上面产生的面 然后接着呢,我们配合这个 这个extrude的这个电池来将我们底部的一个基准面呢 往上长高变成一个体 然后我们利用这个random来产生一个随机性的这个数值 来做我们整个长高的依据 然后也跟大家介绍了这个random在电脑中的概念 然后有用另外一颗这个jitter来做另外一种随机的这个洗牌的这个效果 然后在最后呢,我们利用这个gradient color 来针对前面这个有大有小的数值呢 来做我们整个上色的这个依据 那这是今天的案例 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或分享哦